今天要带大家走进狠人李书童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莲天 歌手朴树在一档音乐节目录制现场 唱着这首《送别史》一曲未了 早已泣不成声 他说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歌 死在那里都止了 也许李书童从未想过 自己的作品会让一百年后的人 潜然泪下 李书童有很多个头衔 著名音乐家 美术教育家 书法家 戏剧活动家 佛教大师 他是张爱玲最崇敬的人 张爱玲曾写道 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 我从来不是的 至少在红衣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 我是如此的谦卑 成就大师李书童的因素有很多 但他的狠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无论是对爱人 对友人 对自己 李书童都充满了决绝 无论是对前臣 还是对现在 他的姿态向来凌厉至极 如果要从精神层面 给李书童的狠 评个等级 他可谓是民国第一狠人 如果说决绝 是成为一位狠人的 充分不必要条件 那么李书童 绝对算是高段位选手 在他的一生里 面对着许多次选择时刻 次次快刀斩乱麻 从不拖泥带水 1918年的西子湖上 一南一北 划来两艘木船 一男一女 各立船头 一人着朴素僧衣 一人穿抑郁和服 妇人缓缓说道 明日我就要回国了 僧人道 好 沉默片刻后 他想最后一次挽留眼前人 书童 僧人答 请叫我红衣 红衣大师 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爱 就是慈悲 书童从不回头 一讲一讲的荡象湖心 连人带船 一起淹没 湖云深处 书童夫人大哭而归 教育家黄炎培 这样回忆李书童 与他的日本妻子 学子绝别的场景 15年前 母亲去世后 李书童将名字改为李埃 孤身前往日本留学 1906年秋天 李书童考入东京美术学校的油画课 成为首位专攻油画的中国留学生 而学子是他的模特 后来成了他的恋人 李书童回国时 学子不顾他早有妻事 也不顾家人的反对 毅然决定跟随他来到中国 成了他在上海的妻子 一世一家 一转眼 就是八年 在杭州 胡跑大慈寺 归一三宝时 李书童禅房上贴着四个字 虽存若木 意思是 我虽然活着 但你们就当我死了吧 有学生询问法师 老师出家何为 李书童淡淡地说 无所谓 学生再问 忍抛骨肉虎 他答 人事无常 如抱病而死 欲不抛又安可得 学子只是众多尘世千半中的冰山一角 对于李书童来说 他狠心放弃的事与人何止学子 1880年 李书童出生于天津显贵之家 父亲李小楼 为其取名为李文涛 自书童 母亲是家中的四姨太 生她时母亲17岁 父亲71岁 老夫少妻 麒麟贵子 李书童天资聪慧 五岁时读昭明文选 能朗朗成诵 被誉为神统 父亲李小楼去世时 直立总督李鸿章 亲自前来调研 见李书童聪明伶俐 甚是喜爱 断言道 此子日后定是旷世奇才 至十五岁时 博览群书 作出诗句 人生游似西山日 富贵 终如草上霜 便开始痴迷于戏曲 有时还客串角色 一个名叫杨翠喜的凌人 吸引了她的目光 于是 她日日前往天仙园 为其捧场 散场后 提着灯笼 陪她回家 她还指导杨翠喜的 唱腔和身段 使杨翠喜的艺术修为 大大提高 那算是她的初恋 然而 做母亲的 见不得儿子 日日与建行私婚 决定为她寻一门亲事 十八岁那年 李书童 娶茶商之女 于世为妻 当家兄长 文希 拨出三十万元 供她家用 彼时 李书童感受到 时代的翻云覆雨之变 一直关注维新变法 每天读报 变法失败那天 李书童将报纸撕碎 仰天长笑 转身回屋 刻下 南海康良事务师的印章 因为这枚印章 她受到牵连 带着母亲与妻子 避走上海 因举世无双的才华 李书童很快在上海文坛 声名大噪 与袁熙莲 徐焕元 蔡小湘 张小楼 结金蓝之意 号称天涯无有 一世间风生水起 洛阳只贵 李书童在艺术上的地位 前无古人 她是中国第一个画剧团 春柳社的创始人 是中国油画之鼻祖 也是中国现代歌曲的 启蒙弦曲 这些看上去抽象的头衔 背后是李书童 对艺术的极致热爱 然而 在出家前 她将自己视如归宝的全部藏书 字画 折扇等赠予他人或销毁 并于剃度后发誓 非佛书不书 非佛语不语 两个妻子 三个孩子 无数成就 人生赢家李书童 放下的是别人几辈子也活不出的人生 为何狠觉至此 李书童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这是后世人一直在争论的话题 他的弟子封子凯的话 似乎更加贴切 我以为 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 一是物质生活 二是精神生活 三是灵魂生活 物质生活就是衣食 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 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 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 所以红衣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爱他的人无不为他悲伤 但懂他的人并不觉得他薄情 狠心的李书童在交友育人上 亦秉持着自己的狠人之道 与李书童交从没有荣义而自 在朋友欧阳玉倩来看 李书童做人没有一丝圆容 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 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韵迹有趣的人 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冷酷 在日本留学期间 两人因共同创立春流社 结下深厚的友谊 有一次李书童约欧阳玉倩 早晨八点钟去看他 李书童住在上野 不忍吃盼 相隔很远 总不免赶电车时有些耽误 等到欧阳玉倩到了他那里 名片递进去 不多时 他开开楼窗 说道 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 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 我现在没有功夫了 我们改天再约吧 说完他便一点头 关起窗门进去了 欧阳玉倩知道他的脾气 只好转头就走 朋友情分 在李书童的原则面前 形同虚设 无论是谁碰触了自己的红线 绝不顾习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这是一位合格狠人的高级修养 出家后 李书童几乎不见客 房者殷勤求告 他以一句 老师念佛莫退 故人来信 他告知有差 此人他往原址退回 不仅对有人要求苛刻 李书童甚至还缩食朋友自杀 1912年 李书童应邀赴杭州 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 任音乐图画课老师 与夏勉尊是同事 一次学生宿舍失窃 始终没有搜到证据 夏勉尊身为舍奸 自觉管理不力 破案无方 陷于深深的苦恼 于是去找李书童求教 李书童说 这事好办 李书童指点他 你若出一张布告 说做贼者速来自首 如三日内无自首者 足见舍奸诚信未复 是一死以训教育 果能这样 一定可以感动人 一定会有人来自首 这话须得说得诚实 三日后 如没有人自首 真非自杀不可 否则便无效 夏勉尊大经 他承认李书童 说得有道理 但是他没有实行的底气 又转念一下 倘若换成李书童 一定会果断实行 于是夏勉尊将自杀 改成绝食 果然 不到三日 偷盗者就前来自首了 凡事极度较真 这在别人眼里看来 近乎病态的执着 在李书童看来 是做人的根本 日籍教师 本田历史 平时十分孤傲 只畏惧李书童 有次去李书童的办公室 取笔墨 动笔之前 特别安排人望风 说一旦李书童回来 就马上通知他 因为他的办公室 我不敢善入 笔墨也不敢善用 这样一位 人狠话不多的老师 时常是学生们的噩梦 风子凯曾回忆到 那时李书童多看他一眼 比什么都可怕 风子凯音乐资质平平 最开始上音乐课的时候 因为紧张 时常出错 钢琴弹得乱七八糟 每弹错一次 李书童就抬头看他一次 不说一句批评的话 就吓得风子凯心惊肉跳 但风子凯在绘画方面 是个天才 李书童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有一次年轻气盛的风子凯 因不满训导主任的 狂妄言行 与其发生肢体冲突 面临着被开除的风险 李书童立即向 全校师生道歉说 学生没教好 是老师的责任 风子凯才因此免于被开除 想做一个好的文艺家 先要学会如何做好一个人 一个文艺家 没有气量和见识 无论记忆如何精湛 劫不足道 老师的这句教诲 始终被风子凯 作为信条奉行终生 忠诚以待大家 与风子凯相反 在李书童的众多学生里 刘志平的音乐资质最高 有一天 刘志平做了首曲子 请老师指点 李书童拿过去看了看 忽然开口说道 今晚到音乐教室来找我吧 当晚大雪纷飞 刘志平准时来到教室外 发现门窗紧闭 里面无声无息 但走廊上却已经有了脚印 出于礼貌 他没有擅自推门 而是立于廊前 在风雪中垂首等候 过来许久 教室里灯光亮了起来 门声一响 李书童手里拿着怀表 夺步而出 说道 时间无误 你尝到风雪的滋味 可以回去了 原来他在考察学生的心性 刘志平家尽贫寒 为此李书童经常资助他的学费 尽管此时李书童 有天津上海两个家需要养活 他还是从每月的薪水里 省出二十元资助刘志平 李书童似乎总能散发出 一种强大的气场 提醒别人 只可远观 但当绝世狠人 偶尔露出他温情的一面 你才更加了解他的境界和魅力 对别人狠 对自己宽 这是一种尖酸 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 才算是真正的狠人 李书童将这种理念 贯彻在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话剧《茶花女》中 李书童反串出演 玛格丽特 为了更接近女性的体型 李书童几天断食 本来就轻瘦的他 把腰身收得比女人还细 这次断食 只是一次短暂的实验 为了进一步磨练自己 1916年冬天 37岁的李书童 入杭州胡跑定会寺 断食十七日 并把自己这十七天的经历 写成了著名的断食日志 断食结束后 李书童甚感身心轻盈愉悦 与佛教见有所恶 梁启超曾说 晚清所谓心学家者 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 彼时 康有为学佛 试图以佛法解释变法 梁启超读佛经 写出著名的论佛教与正群 鲁迅也读佛经 希望寻找乱世中 以栖息之处 李书童读经 却把经读到了极致 39岁的他在胡跑寺剔度 摄取前尘顿入空门 从此为弘一法师 律宗是佛教修行中最艰苦的一宗 南山律宗自南宋之后就失去了真传 弘一法师以半生之力 对律藏进行整理编修 并携带南山律学三大部的内容 云有讲道 使诗传几百年的律宗 得以再度发扬 视为律宗第十一代士族 他似乎永远在追求极致 用苦难磨砺自己 却又能从苦难中获取快乐 弘一法师在前往九华山的途中 经过宁波 与老友夏敏尊有机会一聚 在替他打扫了房间时 夏敏尊发现红衣法师的毛巾破烂不堪 忍不住说 这手巾太破了 替你换一条好吗 哪里 还好用的 和新的也差不多 红衣把那破手巾 真重地张开来给他看 意思是还可以用 然后拿上它去湖边洗漱了 因红衣过午不时了 第二天未到午 夏敏尊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 碗里只是些白菜之类 在红衣法师看来 却几乎是盛传 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 郑重地用筷 夹起一块白菜来 夏敏尊回忆道 我见了几乎要留下欢喜 惭愧之类了 夏敏尊觉得其中一碗太咸了 可是红衣大师却说 好的 咸的也是有咸的滋味 也好的 在红衣法师看来 世间一切漫漫品味 都是好的 咸有咸的好 淡有淡的好 世事皆不入心 世事皆在心中 另一方面 红衣法师有着惊人的自律 永远用最严格的要求 督促自己 一次 风子凯给他记卷宣旨 请书佛号 宣旨有余 法师便去信问 多余宣旨如何处置 还有一次 风子凯寄邮票给李淑童 因多了几分 李淑童便寄还风子凯 从此之后 风子凯都会在信中注明 若有多余 即赠余法师 风子凯去望老师时 见他用麻绳树袜 就买了些宽紧带送他 李淑童以为是外国货 一再拒绝 风子凯说 这是国货 我们自己能够造了 他方才收下 每到一处 红衣大师必定先立三约 一不为人师 二不开欢迎会 三不登报吹雪 素菜之中 他从不吃菜心 冬笋香菇 因为它们的价格 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 三十四年清灯古佛 红衣大师每天活在 极度的自律中 饱尝执着之苦 却又时刻在对抗我之 弥留之际 他对妙连法师说 你在为我助念时 看到我眼里流泪 这不是留恋人间 或挂念亲人 而是我在回忆 我一生的汗事 床边的挨戟上 一张旧信纸上 留着他最后的墨迹 悲心交集 名如何 爱如何 生命该如何 为了求索这些答案 他的一生总是不尽人情 对苍生 对自己 都透着一种狠觉 然而狠到极致 又升华成慈悲 凤凰涅槃 欲火重生 这样狠心的断舍离 能做到的 恐怕只有李淑通了 1942年 红衣法师 原济于 泉州博尔茨 温灵养老院晚情事 原济前 再三叮嘱弟子 他的遗体装刊时 在刊的四只脚下 各垫上一个碗 碗中装水 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 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当生前的一众好友 收到大师的亲笔信时 他已离去多时 信上写着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直向而求 直尺千里 问于何事 阔耳望言 华之春满 天心月满 每封信的内容一致 只是原济的日期空着 作家林语堂 这样评价李书童 他是我们时代里 最有才华的 几位天才之一 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 最一世独立的一个人 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 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 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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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